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那怎么就不行了 坐 我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不通啊 吵什么呀 吵什么呀 吵着孩子 朗莉 朗莉 大龙怎么欺负你呢 我没欺负他 你是个小点 你要是没欺负他 他怎么就气成这样了 你能不能懂点事啊 劳力他现在正坐月子呢 真是的 早了 跟妈说 妈给你做主 对 大嫂 你有啥委屈 你就跟咱妈说 妈给你做主 行了 这没你的事 出去吧 这没你事 你走 妈 你说我这刚生孩子 他就要走 走 去哪儿啊 归素养啊 不是 他说他们单位让他下基层 什么什么 挂职锻炼去 妈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能挂职回来就能提杠了 我们领导都是考虑了好久 最后才把这个机会留给我的 不是 你觉得你现在走是时候吗 我刚生完孩子 你就真舍得把我们孤儿寡母 给扔在家里啊 老李 不能胡说 什么叫孤儿寡母啊 这孩子 大龙 我觉得呀 这事你就得听你媳妇的 她说不能去 那你就不能走 这 行了 你别在那儿处置上媳妇盘 你先出去待会儿 出去吧 老李 你现在身子弱着呢 不能生气 只要一生气 就会落下毛病 这是一辈子大事啊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他走 行 回头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咱们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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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好 干吗呢 没事 就在这儿坐会儿 别装了 跟我说说吧 怎么了 这不领导想让我到基层挂职 还等着我回信呢 可你嫂子就不同意 这还不简单 你把我嫂子换了不就得了呗 你别跟我开玩笑 想听我意见吗 不过我说了也没用啊 也抵不过我嫂子一把小刀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瞎闹 要我说这事难 虽然 虽然挂职这事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但我嫂子肯定不同意啊 你想啊 人家前脚生了孩子 你后脚就要去挂职 人家能同意吗 肯定不让你走 这么说 你也不赞同我去啊 那倒不是 我赞同 可我赞同管用吗 不管用啊 这事的决定权还是在嫂子那儿 那我也不能什么都听她的吧 不 大哥 听不听是个问题 敢不敢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什么不敢的 我就去了 她还能把我吃了 对啊 爸 你小心这门槛 爸 爸 爸 回来了 回来了 打完你在了 打完了 我们赢了 您这是喝酒了 你杜叔叔请客酒 喝了几杯 您有血压高您不知道啊 还喝那么多酒 这要不是我路上看见 他非得喝高兴了才舍得走呢 姐 爸高兴 他多喝两杯没事 爸今天高兴 我告诉您有好消息 我大哥要去挂职了 是吗 是啊 行了 咱就慢慢说吧 您进去吧 我倒杯蜂蜜水啊 来 好 来 扶你拿 不好意思 喝 来 来 大龙啊 这次的代职是去干什么呀 到下面一个箱当书记 好 这好 但凡组上这么安排啊 那是提拔的前奏 这机会难得可不能失去啊 嗯 爸说得对 爸是机关的老干部了 看得准 大龙 这事你得听爸 可是 妈 您大儿子要挂职了 我知道 这个跟媳妇说了没有 说过了 可是劳力不想让我去吧 大龙 妈觉得劳力说得在理 妈也不愿意你去 这个机会多难得呀 如果劳力懂事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支持大龙 芬儿 这是他们两口的事 别瞎参谎 那大龙也是我弟弟 这是咱家的事 我就不能发表我的意见吗 你没生过孩子你不懂 这孩子刚生下来 你丢下就不管了 这磕谁也说不过去吧 妈 那劳力他妈就不能帮了带一下啊 您还记得 当年您生我的时候 我爸不正好也掉到外地吗 您当年就行 为什么现在劳力就不行啊 那是当年 跟现在不一样 那您的意思就是 现代人矫情呗 话可不能那么说 果果那么一点 你就要带职去一年半载的 那才能回家几次啊 这肯定是不合适啊 不管怎么说 我跟劳力一个意思坚决反对 行了行了 你就别跟着瞎唱话 我就不能论个礼了 这关系到大龙的前程啊 顾主任说 我们所就推荐我一个 你看你看 这多不容易 那你也不能不管家吧 这个好男儿啊 他应该志在四方吧你 都像你似的 志在四方 你能说出什么 你竟然做到的 你坚决的话 那种指望 你不应该怎么办 这些气不应该怎么办 这些气在哪儿 就这些气费 我就是说 这个气费 这是特别的 什么事呢 一样 一样 你还 rzeczy 这女儿不行 不是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 爸 喝这个 解酒 来 要我说呀 就让我哥去吧 这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些人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一回 对呀 不管怎么说 这工作上的机会 绝对是不止这一回 可这家就一个了 这不是一回两回的事 你这次要失去了组织的信任的 那 那可真没有下一回了 没下一回又怎么样啊 不是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呢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就这态度啊 大龙啊 我的态度都跟你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大龙 妈的意思也放在这儿了 你自己掂量着办 不是 妈 妈 你妈她总是跟我唱反调 对 你说得不着调 我当然要反着唱 妈 你就别跟我爸吵了 这事还得由大龙自己定 大龙 你现在年龄正合适 又有专业知识 组织上要提拔你 这是多好的机会 你干吗要放弃 男人不能只围着 自己的小家传知道吗 知道 你自己做决定吧 嗯 我问你 你去还是不去 那这是个机会 那回来就能提干了 你官迷啊你 这男人总有点志向吧 你就不能支持一下我呀 不能 你说为什么不行 你说为什么呀 这孩子刚出生才这么小 连你当爹的长什么样 都没记住呢你就要走 你可真狠心 就舍得撇下我们俩不管了 不是 再说了 也不知道是谁 当初结婚的时候说要照顾我 一辈子对我负责任 现在呢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你这扯得太远了 你呀 经不起诱惑 就那么想提升 那好男儿志在四方啊 行 志在四方那你去吧 去了就别毁了 你看你啊 一到关键时刻就给我下班子 许 谁跟你许帮子 上回考验 是不是因为你没考上 那能怪我吗 咱们俩刚结婚 是你自己放弃不去考的 那所以啊 所以我这次不能放过了 什么意思 既然你自己都决定了 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不是 老林 你看啊 我这又不是不回来了 咱们就克服一下 就几年功夫啊 什么 几年 这人生大好时光 哪有几个几年呀 几年以后 你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你什么意思 你想让你孩子刚一出生 就过那种单亲家庭 孩子的生活吗 你说的事 他都哪儿和哪儿啊 我跟你说 我肯定不想放弃 你不想放弃 那我呢 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 着想一下啊 妈 妈 你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事 怎么了 我大哥和我大嫂 在屋里吵架呢 真的 你是不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啊 是你跟我诚心作对 你知道吗 你这叫挡我前程 不是 我怎么挡你前程了 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你已经是 风急支撑了 只要你稍微能够努力 马上就可以升负高了 难道这就不叫前程了 我跟你说 这次我去定了 我坚决不同意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去 大龙 你们还没训呢 妈 妈 还没呢 大哥 你就知道气咱妈是不是 你非得把咱妈 气出个好脑子 你才踏实 怎么回事呢 大龙 妈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吧 我听您的话 您早点睡吧 我听您的话 那行 你们早点睡啊 吵架了 没有 这个大龙啊 终究成不了一条龙啊 成什么龙啊 能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行了 回去睡吧 走 睡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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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想你的 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呀 妈 看你说的 好像我们不回来一样 是啊 妈 我们经常带着孩子 回来看您的 爸 活着这段日子 给咱们家人添麻烦了 一家人一说哪个话呢 行了 走吧 好了 走吧 走吧 上车吧 妈妈 注意身体 好 走了 走了 再见 妈妈 我们下车吧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福泽 到家报个平安啊 再见 走吧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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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好端端的一个提拔的机会 就这么美了 这过去的事呢 你还替他干什么啊 一家有一家的活法 你看人家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们俩也抓紧了 抓紧了啊 对了 好 福尔啊 我们原来那个单位 要不发两万块钱 快下来了 钱来了以后啊 把欠黄汉生的钱呢 还给人家啊 好 郭伯啊 欠刘根柱的钱呢 也得还给人家 刘根柱后来买车 是哪儿弄的钱啊 他跟亲戚借的 顾三 你以后可别学你大哥啊 在媳妇面前耳朵根柱 你放心吧 这样的媳妇我也不找 告诉你啊 别学我大嫂 将来 耽误黄大哥的钱 少不好 你一姐我是有原则的人 是吗 郭伯 你说说啊 我上次派你和蓝欣去出差 你可到 你半路什么 拉什么什么孕妇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耽误多大的事啊 要不是冲着那 刚刚出生的小孩啊 我非出生你不可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你也知道 好了 我告诉你啊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张队 您找我 那您先忙 好了 我说这房子钥匙 你不要啊 放着 放着 你钱在这儿 好嘞 好嘞 行 谢谢杨队啊 谢谢你们 你看你应该谢公司 杨队 问您个事 说 咱们单位分房子 这王大明 又不是双职工 工龄也没到十年 他怎么有资格 大明不是离婚了吗 他一个人带个孩子 多不容易 你说单位能不照顾他吗 那他好歹也是老爷们啊 照您这么说 那蓝欣比他的情况 严重多了 他怎么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没有 蓝欣那是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的 你知不知道 那是他自己要转让的 为啥呀 为啥 你问你啊 他知道了你在北京卖金牌 他就在这儿卖房子 你说那是单位的福利分房 当时才两万块钱 有多少人想买 你根本机会都没有 现在多少钱 是不是不说你也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卖啊 还不是为了你 就是酱 你卖什么金牌呢 安心 忙碗给我出来一趟 有点热 得早点去啊 有点热 我得早点去啊 胡子 怎么了 卖房子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当时没你电话呀 我怎么跟你商量啊 再说了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我又不是没钱 我把金牌卖了不就成了吗 不金牌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啊 房子可以花钱再买 金牌没了就没了 可是我不想你为我 受这么大委屈 我不想 房子输回来 你装给谁了 不说什么 不说我也问得出来 说大嘴 可是我已经跟他 签了协议了 你再把他要回来 这是不合理的 有什么不合理的 我们又不是白要 两万块钱还给他 谁都知道现在这房子 不值两万块钱啊 他当时花钱买是为了帮我 现在有钱了 又让他要回来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他帮你 大嘴帮你 你这么天真哪 你听我的蓝心 大不了咱多花点钱 把利息给他都行 把房子赎回来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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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还给我的 这两万块钱 被我一个亲戚借走了 她当时说有急事 所以我也想帮帮给她 行了 我知道了 我想办法 好 是 接着 什么呀这是 蓝心的新房钥匙 你给我钱让我买的 这么容易就拿着了 这大师给换了块匾 就是不一样 风水起来了 这大师就是大师啊 返转 大哥 郭虎知道这事 我估摸啊 他这过两天就得来找我了 不过你也没事啊 才有协议 我告诉你啊 郭虎来找你 别呵护你几句 就吓尿裤子了 不 大哥 你不是那人吗 你怎么说的 我还真想看看 这郭虎的倒霉性 可怜蓝心了 艾哥 你还真心疼疼啊 跟着我多好 我能慢慢地 好好地疼疼 跟着郭虎 受罪吧 顾局长 您好 您好 您放心 您上次不是给我 交过底了吗 这个标 我一定能拿下来 您是我的财神爷 这一次 我一定厚谢您 竞争对手 谁啊 有竞争对手 怕什么呀 我这个人 就喜欢有对手 那您忙 再见 大哥 看你这压是有喜事啊 发财的喜事啊 发财 带我一个 带我一个 什么财啊 城北有一个工程 要公开招标 顾局长已经亲自 跟我打过招呼了 只要是我能中这个标 什么都不用干 一转手 三五十万轻轻松松 大哥 这是公开招标 那抢的人肯定特别多 你一定能拿着啊 嗯 是有点麻烦 一般的人不敢碰 大哥 那你这是吃毒食啊 也不是 还有一家公司 程建东的老林 也准备出事 程建东 这程建东 他可是个大公司啊 那在临江挺有背景的 大哥 咱干得过他吗 到时候我有办法 你怎么办 妈 我爸睡了 妈 睡觉了 咋了 我 这 我 我弄了点中药 想给您泡脚来着 是吗 中药啊 泡脚的 对 那拿来吧 倒起来 好 烫不烫 不烫 正舒服 我给您洗一洗啊 妈 我前两天碰到了一个老中医 我特意跟他学了学按摩 我给您按 行 行 怎么样 舒服 这挺疼的呀 轻点 轻点 好 那我轻点 你今天怎么就有空 想着给妈来洗脚啊 这 闲就没事 不是 我说 刚学会按摩嘛 说是经常按摩 有助于身体健康 对血液循环好 我怎么 看着你好像有什么事 要跟妈说似的呀 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事 你不会觉得就给妈洗个脚 就把妈给收买了吧 行吧 有什么事 说吧 都说 知儿莫过母 啥事都骗不过妈的眼睛 我就是 有那么一点小事 想求妈帮忙 说 我爸那两万块钱不是快发了吗 能不能借我用用 你这可不是小事啊 这多大的事啊 你知道吗 那钱是要还人家黄瀚生和刘根柱的 对了 还有上次你去北京 你爸给你那一万块钱 也是你爸从他朋友那儿借的 还欠着人家呢 这钱不能动啊 这我都知道 我这不是特别烧奇吗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是我队友 田野 就皮划艇队的那个 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你最好的朋友啊 是 他退役了 他也到运输队去开车了 车气不好把人家撞 真的 真的 这孩子你怎么不小心啊 人家说了 要么就赔钱 要么就坐牢 你说 我带小禅去北京看病之前 人家也拿了钱来帮我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 那也是心意啊 我就想 在人家困难的时候 咱也伸把手 可这八字 算了 您就当我没说 这忙必须吧 这一定要帮啊 这是救人命啊 要不然坐牢怎么办啊 这样 明天我跟你爸商量商量 应该没问题 谢谢妈 你以后开车啊 你要小心 妈 凉了吧 我再给您加一点热水 怎么样 行了 来 来 刘跟住 刘跟住 哥 哎呀 哥 这么早啊 吃早饭没啊 我不吃了 我一会儿得去厂里呢 厂里开工了 开开廷廷的 我找你点事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有个 四五千块钱吧 怎么了 那行 你全给我拿来 我还给蓝芯姐去 蓝芯姐催你了 不是 那个我估摸着 她现在肯定缺钱 估摸着 我昨天嘛 听见我小哥和我妈说话了 他管我妈借钱 他说他以前那个 批划艇队队员 跑运输开车把人给撞了 我一听就是假的 我前两天还看见田野了呢 人家根本就没跑运输 我觉得我小哥跟我妈借钱 肯定是因为蓝芯 所以这钱咱得赶紧还上 要不然这事啊 家里早也得知道 对呀 有道理 那你还愣着干啥呀 拿钱去啊 对对对 拿钱去 你等着我啊 你快点啊 你进屋坐会儿没 不是 你快点 来 郭尔 郭尔 你在这儿干吗呀 小军哥 我问你个事啊 我小哥在吗 他出去了 我估计一会儿得回来 那蓝芯姐在吗 他又不出车 他在调度室 那你帮我叫他一下呗 不是 我 我这儿马上得着急出去 你直接去就行 好 那我走了啊 你找谁 你找谁 蓝芯 有人找 郭尔 蓝芯姐 你小哥出车去了 我不找他 我找你 这是五千块钱 你先拿着 剩下的以后我们慢慢还 我现在不着急用钱 你先拿着吧 没事 你拿着 你拿着 刘跟祝一直在跑车呢 天天都有线钱借 这早还晚还不都得还吗 那也成 那如果你们手头紧的话 再管我借啊 那你叔叔 不用 不用 姐 叔叔 叔叔 你也在这儿 我这是在这儿 不就这么多 哎呀 我会继续 不打算 你干嘛 那你去找个人 你的时候 你不打算 你不打算 你这儿 我去找个人 你闪了 我找蓝芯姐 那你能拍下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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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我还蓝欣姐钱 还钱 这是你借钱 你借这么多钱干嘛 这是我们俩的事 那你跟我说说吧 借这么多钱干嘛 说呀 你就别管了 可说 说 你之前在北京卖奖牌 家里给你凑钱没凑够 刘跟住就把自己的车卖了 把钱给了我 车没了 刘跟住就在外面拉把车 我心疼 我就跟蓝欣姐借的钱 给他买了台车 onstration 刘和公公公公公府 为什么是什么 商量嘛 不敢告诉我 小哥 这事能不能不跟 咱爸咱妈说呀 我能说吗 谢谢小哥 哥 你知不知道 蓝芯姐的钱从哪儿来的 人家本来都买了房子了 把房子又卖了 特意凑的两个块钱 所以咱们得赶紧把钱 跟人换回去 把房子再买回来 可是刘坤柱现在 也没有钱呢 总不能把车又卖了吧 回来想办法吧 小哥 又让你为我们操心了 我不操心谁操心 你们俩能让家里省点心 比什么都强 知道吗 我回去就跟刘坤柱说 让他好好干活 好好开车 早点把这钱挣回来 虎子 虎子 妈 虎子 虎子 喂 钱的事啊 跟你爸商量好了 你爸也觉得 这个时候应该帮人家一下 这不 你爸的补助款发下来了 你拿去给天爷吧 你说谁每一个遇到 难事的时候啊 事求到咱们了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跟天爷说啊 别急着还钱 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 对了 告诉他以后开车小心 谢谢妈 小鹅 妈 妈这想跟你说呢 你跟住啊 好好说说 她那钱吧 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还她 行不行啊 行 没事 反正她也不缺钱 怎么说没事呢 虽说她现在开车 比在工厂里挣得多 那也是有数的吧 再说 借亲戚买车的钱不得还呀 我知道了 跟上好好说 行 放心吧 你跟她好好说 我来 我跟你说 这就是你的事啊 是是是 大嘴 不来 我跟你说 跟你说点事 行 行 行 管虎来了 先是两万块钱 还给你 你别弄错了 这钱这可不是借的 别弄错了 我知道 你买的房子嘛 我现在赎回来 这是五千块钱 作为利息 总共加起来两万五 拿着火 火火啊 这个它 它不是钱的事啊 这不就是钱的事吗 不 你也知道 对吧 蓝芯是在 最需要钱的时候 是我帮了他 你不能说 你们现在不缺钱了 就一脚把我给踢开喽 你那是帮忙吗 你那是趁人之危 两万块钱去哪儿买房呢 你占多大便宜 心里没数吗 占不占便宜那两说的 我把这两万块钱 我给人家了 是吧 这房子盖着呢 裤扎 地震了 防倒了 那我不就得认倒霉 我不能说跑人蓝芯那儿 你说那不可能的事 你说这话有意义吗 这事他怎么就不可能 他什么事情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瞧你意思是 房子死活不想给是吧 不是 你这买房卖房 你请我愿 这白纸还撤得 别给我扯得没用的 给不给 行 过火 我跟你说实话 你看我 我像是有两块钱的人吧 不是我 那钱的不是我的 朋友的 那房也不在我手里 那你说 谁的 司马尔的 扯嘴你诚心 诚心的是吧 你 听我给你解释 解释 宗盘 宗盘 说不说 说 我 我知道 你跟四毛你们中间有点事 对吧 可是 蓝芯那会儿他可真缺钱 对不对 那四毛也是真心想买房 那手续那合同 那都是正规的 那都是 好 那你带我见四毛就 对呀 这事我能帮忙啊 过火 老姑妈这吧 这四毛他不能把这房 给你吐出来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只要带我去就行 我就你 那就是 还要带你 客人 让我专门 则就做事 节奬 立广名 都有 咱们 喝个泡茶 这是两万五 五千块钱是利息 我要把房子收回来 真性情 我就喜欢你这点 爱恨分明 过火 虽然说咱俩之前呢 我冒过几次不愚昏 可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其实我呢 心里还是很佩服你 想跟你交个朋友 这四毛你能不能实在点 我很实在 行 你实在不是吗 想交朋友可以啊 我把钱搁这儿啊 把房子退给我 钥匙还给我 交朋友是要讲究诚意的 这房子 老婆 我退给你 并且一分钱不要 白送 谢谢 有一成可贵 利益加更高 我都把诚意拿出来了 你也总得 拿出点诚意来嘛 我都把诚意拿出来了 我就知道 这事没那么容易 收吧